跟成佛一样 但是如果你自己懒惰 那就没办法 所以什么东西都要熟练 不要懒惰 要花心花力 要成佛真的是太伟大 太困难 所以这样的来赞叹佛 全心全意的要来学佛 学佛就是要真心的 佛所讲的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最殊胜的 不能有分别了 因为佛实在太圆满 花愿 这也是菩萨道的基本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成佛 所以四鸿四愿 才是我们的戒 以佛的愿做我们的戒律 去实践 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 无上心 发心的戒律 我们这一次特别印了 品于律药 就是说 洗个手啊 穿衣服啊 都是想到众生 这样来守护你的菩提心 所以大家要对三宝钱 各位诸佛菩萨有没有来啊 所以不能骗哦 那要真的 令佛翻新 就是要发心呢 发菩提心 愿成佛 所以要做佛的儿子 做佛的心灵的儿子 来承担佛陀的工作 普度众生 如来家业 那你要真发心 那发了心以后 要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哪个水都想到 众生都有水喝 对不对 替众生供佛 一切 这个修行佛法 就是要消除自我 简单的说 消除自私 不要每天 问的都自己的问题 所以贪心 有些人连问题 问问题都很贪心 贪贪贪 贪的都是自己的 家里的事情 很少就问别人 关心别人 这种贪然的心 去问问题 对你也没帮助 所以各位要想 我什么都是想到众生 那你想到众生 你自己小小的问题 就解决了 不然每天都问 个人的小小问题 这个四红四缘 各位要 最好你要发愿 念十万遍 不是嘴巴念 而是十万遍的发愿 就像各位在忏悔一样 你要念十万遍 不是说我念几遍 而是十万遍的 为所有众生 乃至了解众生造的业 来替他们忏悔承受 要这样来警惕自己 忏悔才有用 或是说一个数字 就像念阿弥陀佛 念十万遍 我是真心的 真心真意的 求愿往生净土 愿所有众生 都能够往生净土 要这样不断 不断 不断把自己的念头 都朝向一种 无我利他的念头 不能有私心 要这样不断 不断的练习 就像各位常念心经一样 既然已经发菩提心 为众生受无戒 应当知道 戒的功德 无法衡扬 供一朵花 功德就算不完 何况此戒 你在这个世间 布施百千万亿美金 所有寺庙都盖成黄金了 供养了百年百节 这么大的布施功德 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何况是受无戒 更何况是用无上心来受戒 因为戒是一切善法的基本 所以我们叫厌修一切善 基本上就应该怨断一切恶 不要有伤害众生的心态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记住 别人怎么伤害你 永远不报复 好不好啊 别人怎么骂你 永远不顶嘴 你连家里人都度不来 度谁呢 这个你要自己发愿 你不发愿 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看有些佛教徒 一凶起来 天啊 一开车的时候 像在飙车啊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的一些坏的本性 都跑出来 是吧 学佛是要 从日常生活 自然像个佛教徒 所以我想各位 这几天我们 应该每天选一个模范神 大家学习学习 大家往好处学 让自己改变 那你这五六天 学完了 回到你的家里 回到你的单位 哎呀 他们会 你去哪里度金回来 花了多少钱 去美容回来 怎么那么美 自然美 由心里面表现出来 一个修行人要 要如此 就像你看我们出家 要穿得很端庄 走路你看 连走路都有功夫了 要练习多久啊 走台步一样啊 所以 讲话 威仪 眼神 穿衣服 这些都在做给别人看 所以 要训练一个法师 多困难啊 因为法师是给世界 给众生 给诸佛看的 比模特儿还模模模模模模 模特儿 所以比领导领导 还零零零零零 领导是一死的 这个菩萨是永远的 是吧 那些祖师大带已经往生了 看那个相片 我们就顶你了 威仪多好 眼神多好 文字多好 他的心呢 就是佛的心 对吧 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愿力 我为众生 所以讲话要 从今天开始讲话要 稍微 稍微修饰一下 好不好 有些佛教徒 平常好好的 看到师父讲话 如小鸟一人 反过去骂人 如乌鸦 拿鸡毛当令天 他一点都不像佛教徒 所以我也是看了摇头 有无奈 自己做好吧 所以有时候我就问他 我都没这样骂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 信徒都是我的妈妈 不然她来干嘛 所以各位要 勉强自己 修行 这样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业障消除 身心清净 所以 这个修行要从日常生活 看得出来 你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所以要这样 去辞戒 因由戒而得定 如果你戒持得好 那戒持得好 必须要有 忏悔业障 业障 忏悔 知见正确 福报够 辞戒会让你有福报 那你自然 就会得禅定 禅定 禅定不是静静的 不起心动念 万事万物 你都做得很好 清清楚楚 我们叫 对内的禅定 还有一种叫 你也叫来 办事禅修 事情办得远远满满 但办得远远满满 也不见得说 是真的修行 那个只是一个 定而已 内外 对内跟对外的事情 所以那些会计小姐 帐都不会写错 这个叫定 对吧 一下给你多一个零 像我以前做生意 多一个零 你看我多高兴 一百万变赚一千万 回去给我说 多一个零 打你一下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这玩笑开大了 所以因为他 没有戒就没有定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求 由定而会 这个会又分成 个人的解脱会 还有利益众生的 菩萨的智慧 所以个人 除了瓶颈无探生 是如何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得度 要发广大心 但是你没有持戒 做基础 那就没办法得这种定 但是你的动机很重要 大乘的戒定 才有大乘的智慧 那由慧而得解脱 让自己让众生 都可以解脱 所以各位你要 修行啊 修行真的像个男人 真像男人 拿个枪上战场 被打死都甘愿 了解吗 你要活太久 没用 反正活得有意义 才有用 要从大处看 不要扭扭捏捏 有些人虽然出家了 不出家还没事 出家还伤害佛教 对不对 因为很多观念 不符合慈悲 连世间的道德 都不符合的话 所以这个人 依教奉行 各位要 经常跪在佛前 哇 我做错 你就好好惩罚我 很少被佛惩罚的 都是被燕青寨座找麻烦的 这哪有才修行 所以真正是佛在打醒你 那才叫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们很喜欢老和尚 拿戒指 打下去 打到你心里面去 破除内心的执着骄傲 因为我们老和尚说 不打不成器 对不对 光讲有用吗 所以打还不见得有用 有些人又不怕打 但是最主要是 让你的心态 所以我老实说 我是被打出来的 对我有点帮助 有一点点帮助 至少不会碍面子 所以反而要经常的 检讨自己 所以各位这件事 要苦念 希望大家学 本师释迦摩尼佛成佛 好不好 永不退转 以教奉行 然后讲念佛 功德一回向 往生的超度 现世的消灾 世界就改变 希望加州不要再有地震 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各位来守戒 希望欧洲的天气赶快转凉 好不好 因为各位来守戒 所以希望各种的对立 赶快都过去 如果大家发大心吧 与大家的发大心 再加上佛的力量 对众生 对世界的关怀 的法力 每天都 怎么样的精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属房医师苏伟如 武汉肺炎非常时期 降低集会频率 及保持适当距离 有助防疫 避免参加人数多 近距离 长时间的大型活动 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 如果参加活动 提醒您 一 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公尺距离 二 随时保持手部卫生 三 选择以空气流动的场地为主 活动主办方 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 因应活动办理 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 例如场地设施消毒 掌握人员健康状况 被躲防疫用品等等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最后提醒 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 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 降低被感染的机会 各位手上有一张 正法念触经 这部经很大部 讲了六道所有众生 维系的夜报很重要 为什么升天 二十八成天 他升天的因是什么 同样做人 那这世间的富贵评鉴 各种的人 他的夜报是什么 所以就让我们有了解一个 正法 就是一种善恶夜报的真实的道理 所以要我们去观修 保持这样子的正念 佛教所讲的六道轮回 不是光死了以后 而是说你的心态 现在就会造成那种夜道的轮回 如果你的心态 现在是一个悲心 不失 你是一个天道的 甚至你不失 还有一个空性 那你就到了圣人之道 所以 使法借一心所造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 守护我们的心 就像今天 受此八观再解一样 那当然在休息的时间 各位还是要保持正念 那最好 习惯 意念了佛陀的脸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